金平梅 第九十六回 春梅姐 由旧家持馆 杨光燕 做当面豺狼 幽兔笑谈 制作 此曰 人生千古 伤心事 还唱后庭花 旧时王谢 堂前燕子 飞向谁家 恍然一梦 仙姬圣雪 功并堆崖 江州司马 青山泪诗 想在天涯 又调青山诗 话说 光阴迅速 日月如梭 又早到正月二十一日 春梅和周首辈说了 被一张寄桌 四样耕果 一坛南酒 拆家人周一送予吴月娘 一者是西门庆三周年 二者是孝歌儿生日 月娘收了礼物 打发来人怕一方 银三钱 这边连忙就是待安儿穿青衣 据请书儿请去 上写着 众成厚礼 赶赶 即刻舍聚非拙 奉仇舔移 养兮高宣府林 不外 兴慎 西门无事端肃拜请大德周老夫人庄赐 春梅看了 到日中才来 带着满头朱翠金凤头面拆书 胡珠环子 身穿大红通袖 四寿朝麒麟袍儿 翠兰十样紧摆花裙 欲叮当进步 竖着金带 坐着四人大轿 清断消金轿衣 君劳直腾棍喝道 家人半当跟随 抬着一霞 后边两顶家人媳妇小轿儿 紧紧跟随 吴月娘这边请人吴大镜子相陪 又叫了四个唱的弹唱 听见春梅来到 月娘益胜装 搞素打扮 头上五粮官儿 带着嬉嬉几件金翠首饰 上穿白领袄 下边翠兰段子裙 与大镜子迎接至前厅 春梅大轿子抬至一门首 才落下轿来 两边家人围着 道于厅上序礼 向月娘插竹 也四拜下去 月娘连忙搭礼相见 说道 向日有泪姐姐费心 粗齿头又不肯受 金幼重臣厚礼记拙 感激不尽 春梅道 惶恐 家官府没什么 这些薄礼 表衣而已 一向要请奶奶过去 家官府不时出巡 所以不成请得 月娘道 姐姐 你是几十好日子 我只到那日买礼 看姐姐去吧 春梅道 奴见日是四月念五日 月娘道 奴到那日一定去 两个蓄礼毕 春梅悟要把月娘让起 受了两礼 然后吴大镜子相见 一环下礼去 春梅道 你看大镜子 又没正经 一手扶起受礼 大镜子再三不肯 只受了半礼 一面让上座 月娘和大镜子 主位相陪 然后家人 媳妇 丫鬟 养娘 都来参见 春梅见了奶子 如意而抱着笑歌 吴月娘道 小大哥 还不来与姐姐磕个头儿 谢谢姐姐 今日来与你做生日 那笑歌儿 真个下如意而身来 与春梅唱诺 月娘道 好小思 不与姐姐磕头 只唱诺 那春梅连忙向秀中 摸出一方紧手帕 一副金八级响儿 叫替她色帽而上 月娘道 又教姐姐费心 又败谢了 落后小玉 奶子来见磕头 春梅与了小玉 一对头簪子 与了奶子两只银簪儿 月娘道 姐姐 你还不知 奶子与了来星儿 做媳妇儿了 来星儿那媳妇害 并没了 春梅道 她一心要在咱家 倒也好 一面丫鬟拿茶上来 吃了茶 月娘道 请娘娘后 编民间内作罢 这刻为内冷 春梅来 后边西门庆灵前 又早点起灯烛 摆下桌面祭礼 春梅烧了纸 落了几点眼泪 然后周围设放为平 火炉内升起炭火 安放八大仙桌席 摆茶上来 无非是细巧争苏 稀奇果品 绝品牙茶 月娘和大镜子 陪着吃了茶 让春梅进上房里 换衣裳 脱了上面袍儿 家人媳妇开衣匣 取出衣服 更换了一套 绿遍地紧装花袄儿 紫钉相色遍地金裙 在月娘房中坐着 说了一回 月娘因问道 哥儿好吗 今日怎不带她来这里走走 春梅道 不是也带她来与奶奶磕头 她也说天气寒冷 怕风冒着她 她又不肯在房里 只要那当直地抱出来 听上外边走 这两日 不知怎地 只是哭 月娘道 她周爷也好大年纪 得你替她养下这点孩子 也够了 也是你裙带上的福 说她孙二娘还有位姐儿 几岁儿了 春梅道 她二娘养的叫玉姐 今年娇生四岁 俺这个叫金哥 月娘道 说她周爷身边还有两位房里姐儿 春梅道 是两个学弹唱的丫头子 都有十六七岁 成日淘气在那里 月娘道 她爷爷常往她身边去不去 春梅道 奶奶 她哪里得功夫在家 多在外 少在里 如今四外好不到贼生发 朝廷赤书上 又教她监管许多事情 镇守地方 寻礼河道 提拿盗贼 操练人马 常不时往外出寻几遭 好不辛苦礼 说必 小玉又拿茶来吃了 春梅向月娘说 奶奶 你引我 往俺娘那边 花园山子下走走 月娘道 我的姐姐 还是那咱的山子花园里 自从你爹下时 没人收拾她 如今丢搭得破零零的 石头也倒了 树木也死了 俺等闲也不去了 春梅道 不妨 奴就往俺娘那边看看去 这月娘强不过 只得叫小玉拿花园门山子门钥匙 开了门 月娘 大镜子陪春梅 到里边游看了半日 但见 圆墙七笋 台蟹歪斜 两边画壁 长青痴 满地花砖 生壁草 山前怪石 遭她毁 不显错愕 亭内凉床 被渗漏 已无矿荡 石栋口珠 丝结网 鱼池内下 骂成群 狐狸长睡 握云亭 黄鼠往来 藏春阁 料想经年 无人道 也知近日 有云来 春梅看了一回 先走到李平儿那边 见楼上丢着些蛇桌 坏凳 破椅子 下边房都空锁着 地下草长得慌慌的 方来到她娘这边 楼上还堆着些生药香料 下边她娘房里 只有两座橱柜 床也没了 一问小玉 俺娘那张床往哪去了 怎地不见 小玉道 俺三娘嫁人 陪了俺三娘去了 月娘走到跟前说 因你爹在日 将她带来那张八部床 陪了大姐在陈家 落后她起身 却把你娘这张床陪了她 嫁人去了 春梅道 我听见大姐死了 说你老人家把床还抬得来家了 月娘道 那床没钱使 只卖了八两银子 大发现钟造力 都使了 春梅听眼 点了点头二 那心眼中 油布得酸酸的 口中不言 心内暗道 想着 俺娘那咱 争强不服弱地问爹 要买了这张床 我时辰望要回了这张床去 也做她老人家银雅 不想又与了人去了 油布得心下惨切 又问月娘 俺六娘那张螺垫床 怎滴不见 月娘道 一言难尽 自从你爹下誓 日主只有出去的 没有进来的 常言家无银活迹 不怕斗亮金 也是家中没盘缠 抬出去交人卖了 春梅问 卖了多少银子 月娘道 只卖了三十五两银子 春梅道 可惜了 那张床 当初我听见爹说 值六十两多银子 只卖这些儿 早知 你老人家打发 我倒与你老人家 三四十两银子 要了也罢 月娘道 好姐姐 人哪有早知道的 一面叹息了半日 只见家人周人走来接 说 也请奶奶早些家来 哥儿寻奶奶哭礼 这春梅 就抽身往后边来 月娘叫小玉锁了花园门 同来到后边民间内 又早平开孔雀 联控娇嚣 摆下酒言 两个妓女 吟蒸琵琶 在旁弹唱 吴月娘递酒安息 安春梅上座 春梅不肯 务必拉大镜子 同她一处坐的 月娘主位 言前递了酒 汤饭点心 搁切上席 春梅叫家人周人 赏了厨子三钱银子 说不尽盘堆一品 酒饭金波 当下船杯换盏 吃至晚色将落十分 只见宅内又拆半当 拿灯笼来接 月娘哪里肯放 叫两个妓女在跟前跪着弹唱劝酒 吩咐 你把好曲儿 孝顺你周奶奶一概 一面叫小玉针上大钟 放在跟前 说 姐姐 你吩咐个心爱的曲儿 叫她两个唱与你下酒 春梅道 奶奶 奴斥不得了 怕孩儿家中寻我 月娘道 歌儿寻 左右有奶子看着 天色也还早里 我晓得你好小亮 春梅英的那两个妓女 你叫甚名字 是谁家的 两个跪下说 小的一个是韩金串儿 妹子韩玉串儿 一个是郑爱香儿 侄女郑娇儿 春梅道 你每会唱懒话梅 不会 玉串儿道 奶奶吩咐 小的两个都会 月娘道 你两个既会唱 针上九米粥奶奶吃 你每慢唱 小玉在旁连忙针上酒 两个妓女 一个坛争 一个琵琶 唱道 冤架为你 几时休 挨到春来 又到秋 谁人知道 我心头 天 害得我灵丁寿 听和音书 两泪流 从前 从前以往 溯源游 谁想你 无情把我丢 那春梅吃过 月娘双令 郑娇儿地上 一杯酒 与春梅 春梅道 你老人家 也陪我一杯 两家余事 都齐真赏 两个妓女 又唱道 冤架为你 见风流 却造言前 不肯休 死生活气 没来由 天 倒惹得情脱痘 住得凄凉 两泪流 从她去后 亦无休 谁想你 孤恩把我丢 春梅说 奶奶 你也教大镜子 吃杯饵 月娘道 大镜子吃不得 教她 拿小钟儿 陪你爸 一面令小玉 针上大镜子 一小钟儿酒 两个妓女 又唱道 冤架为你 惹场忧 坐享行思 日夜愁 香鸡乔寿 简温柔 天 要见你不能够 闷得我伤心 两泪流 从前与你 共筹谋 谁想你 金帆把我丢 春梅见小玉在跟前 也争了一大宗教小玉吃 月娘道 姐姐 她吃不得 春梅道 奶奶 她也吃两三钟儿 我那咱在家里 没和她吃 于是针上 焦小玉也吃了一杯 妓女唱道 冤架为你 热闲愁 病枕着闯 无了羞 满腹幽闷 索眉头 天 忘了还依旧 住得我塞边 两泪流 从前与你 两无羞 谁想你 今年把我丢 看官听说 当时春梅为 慎教妓女 唱此词 一向心中牵挂 陈静记 在外不得相会 情种心苗 固有所感 发于银涌 又见她两个 唱得口而甜 乖绝 奶奶长 奶奶短凤城 心中欢喜 叫家人周人 敬钱来 拿出两包 而赏赐来 每人二钱银子 两个妓女放下乐器 磕头泄了 不一时 春梅起身 月娘款留不住 半当打灯笼 拜祠出门 坐上大轿 家人媳妇 都坐上小轿 前后打着四个灯笼 军牢喝倒而去 正是 十来碗铁 有光辉 远去黄金 无艳色 有诗为证 便将唇红 弄玉娇 凤凰飞下 品鸾霄 唐高贤拔 香连卷 燕子还来 续旧朝 且说 春梅子从来 吴月娘家 复习之后 因思想沉静寂 不知流落在何处 归到府中 终日只是卧床不起 心下没好气 守备查之奇异 说道 只怕思念你兄弟 不得其所 一面叫张胜 李安来 吩咐道 我一向为你寻你奶奶兄弟 如何不用心找寻 二人告道 小的一向找寻来 一地里寻不着下落 已回了奶奶话了 守备道 献你二人五日 若找寻不着 讨分晓 这张胜 李安领了君语下来 都带了愁言 沿街绕巷 各处留心 找问不提 话分两头 单表陈静记自从守备府中打了出来 欲投验宫庙 又听见人说师父认道是死了 就害怕不敢进庙来 又没脸而见姓安竹老 白日里到处打游飞 夜晚间还钻入冷铺中存身 一日 也是何当有事 静记正在街上站立 只见铁指甲杨大郎 头戴新罗帽儿 身穿白领袄子 骑着一匹驴儿 捡银安配 一个小丝跟随 正从街心走过来 静记任的是杨光彦 便向前一把手 把脚环拉住 说道 杨大哥 一向不见 自从青江浦 把我半船货物偷拐走了 我好意往你家问 反吃你兄弟杨二丰 拿瓦歇钻破头 赶着打上我家门来 今日弄得我 一贫如洗 你是会摇摆受用 那杨大郎见陈静记 以自讨吃 便洋洋而笑 说 今日晦气 出门撞见瘟死鬼 量你这恶不死贼花子 哪里讨半传货 我拐了你的 你不撒手 须吃我一顿马鞭子 静记便道 我如今穷了 你有银子 与我些盘缠 不然 咱到个去处讲讲 杨大郎见他不放 跳下驴来 向他身上抽了几鞭子 鹤令小思 与我闲了这少死的花子去 那小思使力 把静记推了一跤 杨大郎 又向前踢了几脚 踢打得竞计怪叫 须鱼 围了许多人 旁边闪过一个人来 清高装帽子 勒着手帕 倒披紫袄 白布裤子 经着两条腿 踏着脯鞋 生得阿兜眼 扫帚眉 撂绰口 三须胡子 面上紫肉 横生 手腕横筋静起 吃得棱棱蒸 提着拳头 向杨大郎说道 你此位割好不尽力 他年少这般贫寒 你只顾打他怎滴 自古趁拳不打笑面 他又不成商贩着你 你有钱 看平日相交 与他歇 没钱罢了 如何只顾打他 自古路见不平 也有向灯向火 杨大郎说 你不知 他赖我拐了他半船货 量他嫩穷样 哪有半船货物 那人道 想必他当时 也是有根基人家娃娃 天生就这般穷来 阁下就是这般有钱 老兄依我 你有银子 与他些盘缠吧 那杨大郎 见那人说了 袖内 汗金而上 拴着四五钱 一块银子 解下来地语静记 与那人举一举手儿 上驴子扬肠去了 静记地下扒起来 抬头看那人时 不是别人 却是旧时同在冷铺内 和他一铺 睡得土坐头 而非天鬼猴林儿 近来领着五十名人 在城南水月寺 小月长老那里做工 起盖携蓝殿 因一只手 拉着静记说道 兄弟 刚才若不是我拿几句 言语激犯他 他肯拿出这五钱银子与你 那贼却吃贱饭 他若不吃饭时 好不好吃我一顿好拳头 你跟着我 咱往酒店内吃酒去来 到一个时婚小酒店 案头上坐下 叫凉酒 拿四麦阿饭 两大壶酒来 不一时 酿酒摆下小菜阿饭 四盘四碟 两大做糊石性橄榄酒 不用小杯 拿大瓷欧子 因问静记 兄弟 你吃面吃饭 两酒道 面是温桃 饭是白米饭 静记 静记道 我吃面 须鱼 吊上两三碗温面上来 侯林儿只吃一碗 静记吃了两碗 然后吃酒 侯林儿向静记说 兄弟 你今日跟我往房子里睡一夜 明日 我领你城南水月寺 小月长老那里 修盖前蓝店 并两廊僧房 你哥率领着五十名做工 你到那里 不要你做重活 只抬几筐土儿就是了 也算你一工 讨四份银子 我外边拎着一间煞子 惋惜咱两个就在那里歇 做些饭打发咱的人吃 把门你一把锁锁了 家当都交于你 好不好 强如你在那冷铺中 替花子摇铃打帮 这个环冠样些 静记道 若是哥哥这般下骨兄弟 可知好理 不知这工程做得长远不长远 侯林儿到 才做了一个月 这工程做到十月里 不知完不完 两个说话之间 你一钟 我一盏 把两大壶酒都吃了 酿酒算账 该一钱三分半银子 静记就要拿出银子来秤 侯林儿推过一边 说傻兄弟 莫不教你出钱 哥有银子在此 一面扯出包儿来 成了一钱五分银子与掌柜的 还找了一分半钱秀了 搭扶着静记兼备 同道房子里 两个在一处邪窝 二人都醉了 这侯林儿晚西干净记后 亭花 足干了一夜 亲哥 亲达达 亲汉子 亲爷 口里无斑不叫江出来 到天明 同往城南水月寺 果然寺外侯林儿吝下半间煞子 里面烧着炕柴 早也买下许多碗盏家伙 早晨上宫 叫了名字 众人看见静记 不上二十四五岁 白脸子 生得眉目清俊 就知是侯林儿兄弟 都乱调戏他 先问道 那小伙子儿 你叫甚名字 陈静记道 我叫陈静记 那人道 陈静记 可不由着你就挤了 又一人说 你那年小小的 怎干得这营生 挨得这大扛头子 侯林儿喝开众人 骂 怪花子 你只顾奚落他怎地 一面散了敲绝框扛 派众人抬土地抬土 活泥地活泥 打杂地打杂 原来小月长老 教一个夜头驼做火头 造饭与各做匠人吃 这夜头驼年约五十岁 一个眼瞎 穿着造枝多 惊着脚 腰间竖着烂戎韬 也不会看惊 只会念佛 善会麻衣神像 众人都叫他做夜道 一日坐了躬下来 众人都吃碧饭 也有闲坐的 卧的 也有蹲着的 只见静记走向前 问夜头驼讨茶吃 这夜头驼只顾上上下下 看他 那有一人说 夜道 这个小伙子儿 是新来的 你向他一向 又一人说 你向他向 道向个兄弟 一个说 道向个二为子 夜头驼 叫他进前 端向了一回 说道 色怕嫩兮又怕娇 生娇气嫩不相饶 老年色嫩招辛苦 少年色嫩不几 只吃了你面皮嫩的亏 一生多的因人宠爱 八岁十八二十八 做做百般人可爱 纵然弄假又成真 休怪我说 一生心灵机巧 常得因人发迹 你今多大年纪 静记道 我二十四岁 夜道道 亏你前年怎么过来 吃了你印堂太窄 子丧妻王 悬臂昏暗 人亡家破 唇不盖齿 一生惹是朝非 鼻若造门 家似清散 那一年遭官司口舌 倾家散业 见过不成 静记道 都见过了 夜头驼道 只一见 你这山根不宜断绝 蚂蚁祖师说的两句好 山根断溪早须花 祖夜飘零定破家 早年父祖丢下家业 不拘多少 到你手里都当了 你尚停短膝下停长 主多成多败 钱财使劲又还来 总然你酒后营的佳绩 犹如烈日照冰霜 你如今往后 还有一步发迹 该有三妻之命 刻过一个七功不成 静记道 已刻过了 夜头驼道 后来还有三妻之会 但恐美中不美 三世上 小人有些不足 花柳中少要行走 一个人说 夜道 你相差了 他还与人家做老婆 那有三个妻来 众人正笑做一团 只听得小月长老打帮了 个人都拿敲绝框扛 上工作活去了 如此者 静记在水月寺 也做了约一月光景 一日 三月中旬天气 静记正与众人抬出土来 在山门墙下 以着墙根 向日阳蹲聚着桌身上尸几 只见一个人 头戴万字头巾 身穿青窄衫 紫果肚 腰记缠带 脚穿扁靴 骑着一匹黄马 手中提着一篮鲜花耳 见了静记 猛然跳下马来 向前深深地唱了诺 便叫 陈旧 小人那里没寻 你老人家原来在这里 倒虎了静记一跳 连忙还礼不迭 问 哥哥 你是哪里来的 那人道 小人是守备周爷府中亲随张胜 自从舅舅府中官室出来 奶奶不好 直到如今 老爷使小人那里不找寻舅舅 不知在这里 今早不是俺奶奶使小人到外庄上 折取这几杂勺药花耳 打这里过 怎得看见你老人家在这里 一来 也是你老人家寄遇 二者小人有缘 不消犹豫 就骑上马 我跟你老人家往府中去 那种做工的人看着 面面相去 不敢作声 这陈静记把要是地狱侯林儿 骑上马 张胜紧紧跟随 竟往守备府中来 正是 良人得意 正年少 今夜月明 何处楼 有诗为正 白玉隐渝 碗石里 黄金埋在 乌泥中 今朝贵人 提拔起 如立天梯 上九重 金平梅 第九十六回 春梅姐 由旧家持馆 杨光燕 做当面豺狼 幽兔笑谈 感谢您的观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